近日,综艺节目王牌对王牌第三季火热开播,而演员蓝莹莹作为首期嘉宾惊喜现身,在现场蓝莹莹不仅与六孝灵彤老师搭起,还在舞台上奉献出一秒钟入戏的不俗演技,令观众惊叹不已。 蓝莹莹混搭风亮相综艺节目与六孝灵彤老师成对有品汉师傅随着演员的诞生人气上涨,演员蓝莹莹的衣品也逐步上升,在王牌对王牌第三季首期节目中,她身着白色Odcoat,美少男OdcoatT恤搭配牛仔混搭风裤裙装亮相,将大热的BF风格演绎到极致。 在节目的台词传声筒游戏环节中,蓝莹莹与其他四位队友,一同挑战西游记经典台词,她更是面对六小灵彤老师频频喊师傅呢师傅呢,而六小灵彤老师靠蓝莹莹这一句话和她的动作,不仅开到了题目内容,还力挽狂澜还原影视经典桥段,蓝莹莹一秒钟入戏完美演绎悲喜之情, 在临场应变能力大考验环节中,蓝莹莹挑战用大悲大喜的语气念广告词,她一秒钟入戏以大喜之情,洒脱欢快地念出广告词,而当背景音乐响起时,她的一句机身很轻薄令观众瞬间入戏,被一种悲伤之情笼罩,每说一个字,情绪就加深一层。 当最后一句广告词念完,观众的阵阵掌声响起,她自己却还深陷情绪之中,虽然是十几秒钟的广告词,可蓝莹莹的这段表演,却实力诠释了演技,二字,入戏快,精准掌握情绪,还能令观众受其感染。 对右翟天麟,沈腾等人,更是对蓝莹莹大家赞赏,作为一名演员,蓝莹莹一直用作品带给大家惊喜。 据悉,由顾常卫导演指导的青春喜剧电影《遇见你真好》,在2018年即将上映,在电影中蓝莹莹饰演一个有着时空飞行梦的鬼马少女陈珊妮, 同时,由她参演的好莱坞电影《环太平洋》,二,雷霆再起也将燃群上映。 此外,电视剧时间都知道,原来《你还在这里》等众多优秀作品也将来袭,届时,让我们一同期待演员蓝莹莹的精彩表现。